各位大家好 现在我们又继续来讨论 这个以手筋大权为标题的关于手筋的一些话题 从刚才说到的一些话题当中呢 大家有这样的印象 就是在碰的情况下呢 这个手筋产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什么叫碰呢 这就是碰 看上去黑旗上边三个旗子 好像是要成空了 但是呢根据周围的情况 说不定什么时候白旗这个碰 它就能成为手筋 为什么这句话要这样讲呢 确实围棋盘上有些 这个你要下一些孤立的结论呢 是很困难的 你比如说有些情况下 你这一撞 把黑旗就可以撞得稀里哗啦 要是周边有配合的话 在有些情况下呢 你撞进去破了这个控制后呢 背上更重的包袱反而不好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知道碰 它成为手筋的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 有了这样的印象呢 便于对于我们认识手筋 或者说行 便于在实战当中这个操作 下边呢 我通过一个棋局的续盘 也来接触一下行和筋 这个这盘棋呢 是在2001年 2001年龙心心碑 这个三国内台赛当中出现的棋局 这是由我们中国的少伟刚九段 对韩国的崔泽翰 这是一位年轻的棋手 这盘棋当中呢 少伟刚九段是下的白棋 续盘双方刚刚一交手 少伟刚九段 他就下出了一个碰的手筋 这就是对于无忧角的外侧的碰 当然了 从形态上来说 它像手筋 但从效果上来说呢 现在还没有结论 可以算成一个布局的去向 可以说一种 什么叫布局的去向呢 去向这个词呢 也是外来语 大体上就是一种独特的构思 一种独特的兴趣 这样的意思 没有结论 那么白棋在这碰了 黑棋呢 应付这个碰 他没有动静 直接在心位退了一招 应付这个碰的手机呢 有多种下法 其中一种呢 是包括天上班 当然白棋现在就退 黑棋在下立 脚上黑棋巩固的相当不错 控有为的很好 那么白棋呢 可以拖先 占据边上的大厂 至于这一代 如果黑棋一定要压过来的话呢 白棋可以不做拘泥 他又不走了 一旦你真的有兴趣 要吃掉我的话呢 他又不走了 这个呢 简单 白棋部呢 可以显出一点点 所谓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 如果你黑棋不走 将来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也许白棋会拐一下 让你退 这拐呢 不能认为它是便宜 因为你走在四线 人家走在五线 你不见得便宜 但是对于白棋这块棋的整形呢 将来有一定的好处 也许在什么时候 没有特别的好棋可走 白棋也可以花一个后手 在这飞一下 这飞比刚才那个拐要好一点 这拐呢 可以说作为 金或者行的反义词来理解呢 算成在此时此刻 可以算成一个 俗手 可以算成一个鱼形 此时此刻 而这个飞呢 就有点像金 有点像金或者行 总之 这个以后呢 就留下了相当多的变数 这是简单的变化 给大家说一说 那么由这个碰呢 就开始了这盘奇特的开局 白棋下一招在边上拆 白棋拆完了之后 黑棋 崔泽汉在这挂 由于在新位拆边了之后 黑棋他的空间是有限的 黑棋在这一带 他的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白棋用了一个俗手 肩顶 肩顶一般都是俗手 但是光说俗手 大家也不要理解成 一说的俗手就是恶手 不一定的 在有些情况下 也可以使用 只不过呢 我确实是在不少的场合 都建议我们的棋友呢 大家尽量少用 或者不用 肩顶这个手法 因为肩顶这个手法 它确实俗 而且它以后的变化呢 不好掌握 比方说 肩顶完了之后 你使对方一个子 变成两个子 它究竟是变重了 还是变强了 这个是很难界定它的 不好掌握的 这是对于敌人来说 是这样 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是什么呢 对于白棋来说 你肩顶完了之后 你想要防住脚上的空 但是呢 也不好掌握 根据时机 黑棋点进来的时候 这个变化太多 这个变化倒不是说 局部的我走这个 比如说我党 或者我力 或者我团 不是这些变化 这些变化很简单 关键是 它所带来的黑棋 也许是 全部把你的时空夺走了 然后必然导致你形成外事 那么你损失了实地 你这个外事将来起什么作用 这个不好掌握 在这呢 因为离题 我就不说的太多 总之 不好掌握 所以我是曾经多次建议过 我们的棋友呢 尽量不要用这个尖底 现在呢 白棋这样下了 然后黑棋下边拆二 下一招棋 白棋稍微刚 就下出了 从形态上来说 你要说它是金型呢 大家觉得有点勉强 但是实际上呢 有这个含义的一手棋 这招棋呢 就是从这儿飞 为什么非要把它 也想要安排到这个金和型 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我们知道手筋的作用 主要就是迫使对方帮我自己下棋 追求最高的效率 有这样的意思 如果说白棋单纯的安顿 自己这一个棋子 那么下这个跳 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这个跳呢 你自己从容 自己没有毛病 当然对手也从容 他也没有什么毛病 而且走完了之后 白棋的下一手棋 也不是很好下 从这个意义来说呢 他进一步 越过雷池一步 想要多威胁对方一点点 提高一点效率 那么他确实就有金的含义在里头 想要促使黑棋帮白棋走棋 就有金的含义在里头 这话怎么讲呢 就是白棋这条棋 对黑棋形成了一种 比较宽松的公式 宽松的公式 那么黑棋如果不理 一旦被白棋在天上 把它封住的话 这个棋就怪了 立刻就奇怪了 黑棋不会死 这个猜尔甚至现在脱先也不见得死 那么死是不会死 但是你活 你怎么活是一个问题 还有 无论你怎么活 活完了之后 必然是使这样的手段自然消失 所以这个棋一定不能被人家封住 封锁住 能活 那么这个手段没有 这个手段没有 左下角 白棋的时空就太大了 他仅仅通过肩顶一跳 就变成十几二十步棋 这个时空就太大了 所以不能让他封住 但是不能让他封住 你又怎么出头呢 就是这个飞的筋 他所带来的考题 我们先来看看几种 比较合情合理的出头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这个跳 这一跳当然就出头了 但这个跳是效果最差的一种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这已经有一个跳了 你这一跳可以认为是鼠手 你跟在人家后边跳 这个是鼠手 所以这个不好 而且对人家没有任何威胁 你看白棋是 你要点呢 你照样有点 你不点呢 什么时候人家一立 变成空了 你这条气也是跟没有一样 再说自己成眼也不好 这个呢 是立二拆二的先天不足所导致的 你这个跳不行 那么你说跳不行 你走什么呢 你说我挪一路 下这个飞 这个飞呢 和这个跳也大同小异 你要说互助 这一代的演会呢 也没有互助 也有点像鼠手 也没互助 那么你要说对白棋这边增加了什么威胁呢 也谈不上 因为接下来轮着白棋下 他可以整形 再看就是这个飞 这个飞对于互助演卫有好处 但是呢 你互助 有互助演卫的好处 但是整个说来 你是立二拆二 还加了一个小飞 这一团的黑棋啊 在这花了四手棋啊 效率太低 呃 当然夸张的说 可以说他是一个鱼型 但现在你要说他鱼型 人家还不干呃他肯定不同意 但整个的说来你效率不高 效率太低这一点呢 显而易见 显而易见是这样 所以这个也不好 那么还有一种下法就是这个铐 这个铐呢 白棋当然顺势一般 你得退 白棋在一接 甭管怎么说 你在内侧铐 人家在外侧接 接得很好 人家是在阳面 你是在阴面 而且你这个阴面围的空袋依然很狭窄 尽管也有这样的下法 从铐形这个角度来说 铐和铐经常是连在一起的 从铐的角度来说呢 黑棋这个形状呢 也算完整 只不过也很遗憾 他有先天不足 显得重复 你看这个棋 就算望过罗伊路也没有关系 你罗成这样 罗成这样也是合情合理 白棋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你就再罗伊路 你看你是立二拆三 本来很好了吧 你还有一个从里到外的交换 靠了退 就算下成这样 白棋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何况你根本就罗过来了 所以这个呢 可以说也是一个鱼形 至少在下这盘棋的时候 崔泽汉这位韩国的年轻高手 他不愿意 不愿意下这个棋 尽管日本有一位超一流高手 大家都知道 他叫小林光一 他在应付人家这个飞压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他就把一个复杂的问题 处理的很简单 棋方式就是这样 靠退了再飞出去 我又做活又出头 至于局部稍微有点吃亏 没有关系 他认为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以我们大家的眼光来看 我相信有这样的印象 就这样下来 黑棋还是不太满意 所以呢 这个经过了 这个左思右想啊 最后崔泽汉选择的是这个跳 选择了一个 刚才下了定义 说最差的一个下法 确实这个是最差的一个下法 但是因为他认为这几个下法都不好了 已经都不好了 那只好下这个跳 但是我们从金和行这个角度来说呢 呃 局部的手法说 这个单官是朴实的一招 呃 这封锁住那就黑棋不好下 这个棋不能脱先 其二呢 就是这个跳不好 这个飞不好 这个靠呢 不是特别满意 没有更好的下法的时候 其实这个靠在这三种下法当中 可以说是最好的 但是都还是不满意 那怎么办呢 就只有想办法调整一下你的思路了 你比方说 现在黑棋要下大一招 就可以考虑 暂时走不好 我就不走 我就想办法让对手帮我走 白棋想让对手帮我走 那么现在呢 我不愿意帮你走 那么我就让你来帮我走 我从这个背后来打入 这招棋就是完全可以考虑 有了这招棋 白棋这个封锁就变得有点 直理包不住火的感觉了 你看黑棋用最俗的下法 靠完了鼓了 断吃退出来 就是我一靠你总要搬吧 我再一鼓你总要挡吧 然后我再断吃了退出来 下边给你杀气 可以把你全部吃掉 因为黑棋到底子力多嘛 那么走完这个之后 白棋就不能放手的来封锁他 白棋自己还要防止住自己的跨段 这一类的对方的手法 那么你把这个球又踢到白棋里面去 有了这样的行棋的思想呢 我觉得这样的棋呢 基本上就可以称之为守经 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刑 所以黑棋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下法 但这一点呢 我以下也会有好些变化 就不要给大家一一摆了 总之提出这个思想 提出这个思维的一个方式 供大家参考 现在我们再看看实战 实战接下来的变化也非常有趣 就是黑棋跳就跳了 白棋烧尾钢 获得机会 在这一带整形 整形的手法呢 很现成 他就把这个贴起来 这贴呢 有些情况下是属手 这也是要根据情况来运用 现在呢 由于他这立二拆三距离比较宽 这还有一个飞 那么如果通过属手能够成空的话呢 而且这个空还不小 那么这个效果就不错 比方说合情合理的下法是 他贴完了之后 紧气二指头 黑棋是一定要搬的 这个没有问题 白棋下一招就很 很强的在这搬起来 紧气二指头也搬 这个搬呢 也是一个筋 也是一个手筋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紧气二指头是有一个段 这一段 白棋如果他瞻前顾后的话 他会非常难受的 这两个子不能弃 那么你要弯打出去 人家顺势一长 这一袋的形状就稀里哗啦了 但是呢 这说的是瞻前顾后的话 他是比较难受的 但是呢 现在白棋不用这样 因为他就认识到另外一个筋的问题 就是只要 像这样的虎头 就从里往外虎的虎头 只要被人家外边能够打一下 打成鱼形的话 一般来说 仅仅凭这一条就够了 他就可以这样下 这个棋心也不例外 黑棋可不是从里往外的虎口吗 那么像这个从外往里的虎口就不说了 这个打人家不难受 你打还变成熟手 人家接上了 每一个棋子都恰到好处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正好他这个只是在这儿 被你打一下 必须接到这儿出现鱼形 什么鱼形啊 这个只变成鱼形 金和形 有的时候反面教材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变成鱼形了 所以只要他能够得到这一打 他就满足 那么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 一贴了之后搬起来 不怕你断 可是你说不怕你断 你也很得手筋的要领 金和形的要领 那么我就要断你怎么样呢 就要断的话 他会天上先抡你一下 你必须接上 夏里昭七 他不要给你拘泥于这个了 不要瞻前顾后了 他就大大方方一退就可以了 就大大方方一退 这两只我不要了 我天上拍了这一下之后 对全局都有很大的影响 具体的说来就 我拍了这一下之后 黑棋在右边啊 已经有两只脚的地方 这个空啊 再怎么做都做不大 我拍了这一下之后 对于中府上边这一带的影响 也是很巨大的 这个影响巨大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如果我拍不着这一下 被你退到这的话 被你退到这的话 两者的比较 夏维奇一定要比较 就是一旦你 这个反正想方设法都要比较 只有比较才能出结果 才能出判断的结果 而且夏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我和对手的比较 就是黑和白的这个比较 永远要有比较 一定要想方设法 给他找一点参照物 要让他能够比 你看这一比不得了 黑棋这个头一退的话 右边这一线 那么黑棋随便一走 就可以做出很大的空 他只要一一连上 这个地方你进不去了 为什么进不去呢 你说我就进得去 我就要进去 你就要进去可以 他让你进 你进了半天 就算你能够逃出去 你可不就是破掉他 二十木棋而已吗 关键你还不可能逃得那么 从容呢 而如果你千辛万苦 就破掉他十几木二十木 还花好几手棋的话 说到底你不是等于在收官吗 所以夏维奇 什么样的棋 是最有滋味的呢 就是既有空 同时又能够关系到双方的生存 比方说我的生存 我由弱变强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比方说对方的生存 对方由强变弱 我对他还有些攻击性 这样的棋是最大的 接下来第二类大棋呢 就是那种大棺子了 那就是看起来木树 有纯的木树 十几木二十木 但是没有别的意义 这就是纯木树的这个价值的棺子 像这样的打入 你就变成棺子了 那基本上就是比较乏味的 尤其是人家周边情况好了之后 你打入还可能根本就活不了 所以这就是说 他只要一连 由于有这个头啊 他就可以全部成空 可以相当大程度的成空 就这么说的理由 那么这笔甲当然太巨大了 你被他删下来 这一巴掌删下来之后 你可不可以这些都没有 你这个有什么用啊 你就是加一招期都没有用啊 加一招期将来都可以打入 还不要说他不用打入 因此现在白旗可以大大方方的 贴了搬起来 黑旗呢也不会去断他 被他删到这儿 街上白旗再一退 就算你能吃掉这个 也没有关系 他不走了 他现在白旗可以走任何大厂 这些呢 他就限制了你的发展 让你这儿有一个坏旗就行了 然后随着局势的推移 再对你这块旗呢 略微有些欺负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作为金和行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说对我们的旗友呢 以后在思考的时候呢 就会方便一些 你看如果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这个思考方法不是很好的话呢 经常容易又费时间 这个又费精力 而且呢还找不着最佳的途径 你比方说这个旗 如果我们大家在下的时候 更多的在想 哎呀他断了之后是怎么样的变化 那么我贴完了之后就不能搬啊 紧气二指头被人家断了 被人家断了不行啊 那么怎么办呢 我就想不出这样的旗 想不出这样的旗 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整形呢 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 你没法整形 最后你看啊 我是不是只能这样整形 好这样整形的结果 等于你走的是单关 你忙了半天你是单关 那可不是这个效率就太低了吗 那人家就要不战而胜了 你走的其实单关 人家走的气有价值 你要叫不战而胜了 正如黑棋跳的这个效率很低 如果白棋下的好的话 这盘棋黑棋续盘 就是要落后一点点 一样 那么你知道了这一点 你知道我一贴 在一班他不能被我打这个 无论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夸张的说法 实际上后来人家就被他打了 但一般的来说呢 就是你不能被我打这个好 你只好退 行了我这个就整形了 为什么下一步轮我下 我这个整形的方式不是在这唬 唬了半天也没空 人家搬接先手 关子阶段搬接先手 我下一招棋啊 在这个地方补 这个补呢 这个单力又是金 它体现在的呢 你如果能够搬接 当然也不错 单接也不错 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 搬接就不如单力好 为什么呢 因为单力我下一步 不是现在 以后下一步这个跳还很大 我就可以跳进去 脚上本来那么厚的一块黑棋的空 我跟他还一人有一半的权利 而我这一粒呢 紧气二指头变成三指头了 而且没有紧气 这个地方不薄了 将来大不了也就是你拐一下 我退一下 得 我在这个范围里 我还做出了十二木棋 我还有十二木棋呢 那可不是这就是一个最高效率的 补棋的方式吗 这就是金啊 所以 既知道了对方不能被我打 然后大大方方的贴起来了 单 然后呢 还知道下一招我补棋 最后 画龙点睛的一招是要下蹲 那这个棋就下得太圆满了 这个结果当然演变下来 到现在为止就是白棋有力了 续盘已经有力了 所以知道了这些 这些招法背后的意思呢 还有知道了这个思考方法 这个思考方法就是 反正你不能被我打一下 同时还要知道这个下力 但这个棋在这一阶段 你就就已经进步了 就已经下得很清楚了 但是呢 这个就是韩国棋手的特点了 崔泽翰这位棋手呢 他也是 怎么说呢 他的棋风也是 确实跟韩国 更多的韩国高手的棋风是一样的 就是比较自由的 不是像我刚才给大家所说的 这些条条框框当中 把他约束住的 不是这样的 你看要是约束住 他只能下这个退 他就不下这个退 当然他也不会 这个水平低到来断吃这两个字 也不是这样 他居然是从这来打入的 深入敌后 他要来打入 那么一看这招棋 觉得确实很凶 年轻人他敢想敢干 但是这招棋并不是好棋 并不是 可以说并不是金 主要就是由于天上 已经被白棋打一下 这街上这个白棋已经大货便宜 这一打大货便宜 它是无形的 你要算他的目数不好算 有些情况下 他可能是这一三 一街他就先手便宜了石木 有些情况下呢 他就不太清楚 像本局后来的情况呢 他反而变成一个负担 这个就很难讲了 但是现阶段一看呢 这个这一打身心很愉快 而且实质上也有收获 那么是不是 这个对于少尾刚来说 在这个地方就放松了 以下的下法下的 有点问题 有一招棋有问题 但对我们大家来说呢 你要说他不是金 其实他也是点在你的形上 也点在形上了 关键是白棋下一招怎么处理 接下来怎么处理的问题 实战当中 被人家点到方了 下一步如果再被他这断 大事问题不大 白棋也是退 跟刚才大同小异 关键是呢 如果他从这尖出来你怎么办 他把事给你闹大 他不断 他不是看见这个地方 他是看见整个把你切断了 两边冲得你稀里哗啦 好 如果谁想着这个虎 但是呢被人家搬 被人家很舒服的就搬过了 这跟刚才那个行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天上还存在一个断点 这个断点一断上去就严厉了 你说有断点我就补啊 行啊你一补 你不是白花一手急吗 那忙了半天 黑棋他在这一项 他就算成功了 在刚才那个条件下 他就算成功了 如果能够考虑到 我这先搬一下 他搬 然后再虎 这个白棋有点精味了 有点手劲的味道了 就是使他走这个的时候 我这多一个叫吃 就能把他这个子吃下来 这个子吃下来 这个断点就不严重 但是如果我们能想着黑棋 在白棋搬的时候 根本就置之不理 这会儿再把它切断 那这个棋力又进步了 所以呢 所谓手筋 所谓形 还是跟一些简单的计算 要结合起来 这个下围棋最怕就是没有计算 一定要有计算 就除了感觉 虽然围棋上一些真正超级难解的问题呢 不是靠计算解决 是靠感觉去解决的 虽然是这样 但是呢 你这个计算是一定要有的 我这句话呢 是说 对于专业棋手来说是这样 对我们业余棋友来说呢 那么 更要靠计算 你如果简单的三两步的计算都没有 始终是凭感觉 劈劈啪啪啪在下棋的话呢 确确实实是 自己得到的乐趣要少一点 而且这样下棋 劈劈啪啪啪下 下棋盘之后 你头都晕了 如果你是有条有理的 这样下棋呢 一般来说头不会晕的 这样是很有趣 很好玩的 办法就一定要计算到 我搬啊 这个搬居然来不及了 人家现在天上一切断 这事闹大了 这一代白棋想要处理好啊 外边子力很碎 很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搬也搬不到 那么我们看看实战怎么下的 实战呢 仍然是单力 这个单力是手筋 还是手筋 好奇 最好呢 黑棋 他如果要断 别的就不说了 最简单的白棋一退 又跟刚才差不多了 他利用弃子 还是把外边连上 黑棋呢 转着圈 吃这三个子 不是很舒服 所以黑棋不能断 不能断怎么办呢 这个吹泽翰就从这来尖 他还是要扩大这个势态 这个刚才说了 涉及到手筋和型的话题呢 还是必须要跟计算结合在一起 如果这一代你没有这样的计算的话 你当然 没有计算就没有判断 没有判断只能凭感觉 而凭感觉 如果你经验又不是很丰富的话 有些时候没有感觉 是空白状态 那这个就差一点了 好 现在黑棋尖出来了 白棋的下一招呢 实战当中 稍微钢九段在这贴 这个贴呢 也算是一种比较紧测的型吧 尽管它不是满分 最好的下法是什么呢 同样是这一代不能被黑棋冲过来 这冲过来当然棋型就崩溃了 必须要补 那么补什么好呢 就是补这个最好 这个双顶最好 这个双顶因为很快 他就看见下一手这个 这般这个黑棋啊 这块棋在边上要生存的空间呢 就极度压缩 几乎就没有眼位了 这一代的特殊棋力甚至是这样 顶完了之后 这个黑棋也许是奸 也许走什么就不管了 那么白棋再搬这个 也许黑棋在这一代再走什么就不管了 随便他走什么都不管 只要被白棋把这个翻打起来 这边做出多大的牺牲都值得 就是这个夸张的说法 实际上白棋还可以操作一下 还可以怎么样减少损失 就姑且算是这边稀里哗啦了 那么只要他能翻打起这个 这个损失全部夺回来 因为什么呢 你搬完这个之后 这个只不能动 关键是这三个棋子 刚才有可能能做活 有可能还是一个堡垒的这一对棋子 全部变质 变成什么呢 一根棍 一个眼位没有的一根棍 永远不要谈这个点三三 而且您现在这块棋 就得万里成真 就得跑了 你怎么跑人家 都是在四线陪着你跑 你跳他跑 你再跳他再跑 你走一招是单关 加重负担 人家走一招 至少有三木棋 只要这样跳几步 多跳几步 他这块空就已经很大了 那这个地方的损失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所以 这个地方想说的是 这个顶 对于黑棋的压力是很大的 如果黑棋还要退这个 那白棋的下法就很从容了 包括这个双 是可以考虑的 那黑棋在这一带手段更有限了 包括一些别的下法 但是呢 这个贴也不错 也是一种形 下一招棋 黑棋切断 正好黑棋必须要切断了 再不切断人家挤都挤过了 这地方挤都挤过了 而且二路拖也拖过了 所以黑棋一定要切断 在切断的下一招棋 白棋就下出了 怎么说呢 叫鱼形 为什么下出这个鱼形呢 它也很有欺骗性 看上去像手筋 它就是这个筋 看上去像手筋 但是呢 可能是少伟刚九段在这误算 那么出现了一种 叫做含义比较特殊的鱼形 应该怎么下呢 这个单拖就是手筋 这一代的故事啊 就挺有意思的 就单拖就是手筋 所以黑棋来说 这一拖呢 它是扳不断的 这我们大家一看就知道 你一扳它就断 注意这个打不要随便打 因为永远是你的 不要打 绝对先手呢 经常可能都是属手 你要从这叫吃看起来 可以人家这一挤吃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下边要提上边要提 两边你不能兼顾 所以他不要打这个 实际上跟打招是一样的 那么他一单拖呢 就看成这个打是先手 不是顺便就搬过了吗 但是要命的是 要紧的是 这个打不要打 一定不要打 好 这单拖最黑棋来说呢 外边走棋啊 也没有什么节奏 寻找不到节奏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调子 行棋的步调 没有 比方说你走这个 人家把这个接上 人家这个一样是先手 而且你走得越多 这个形状越坏 它一样是先手 比方说你打这个 人家就接这个 一样这个叫吃是先手 这个结你也没法打 这个结你打过来就花了 比方说你想用手筋 这个也是一个手筋 用手筋的方式来出头 那也没什么用啊 人家就顺着你走啊 这个就需要简单的计算 对于手筋也是要计算的 他就顺着你走啊 完了 但是你始终不能切断他 他这个叫吃先手 他急也是先手 所以黑棋在这一线啊 被白棋拖过的时候 接下来究竟怎么走呢 是非常有问题的 那么作为黑棋来说 有一个手筋 就是在脚上单挡 这个是一个手筋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你不走呢 我下一步一挖把你吃掉了 那么你要走 作为白棋来说也有绝的 如果你急急忙忙的 就在这叫吃 然后再去补 对人家这打吃一下 天上再卷出去的话 这个白棋又完了 这又是熟手了 所以白棋要考虑怎么样 你说他要挖 我就很朴实的接上吧 好 他这个挡和你这个接的交换 使你出现了鱼形 你就已经亏了 这又是在金和型的范畴里边 非常有代表性 你要接上你又亏了 那你怎么办呢 最好的下法就是 白棋也是 什么都不走在这 单挤 这个又是手筋 你看上去 好像你要吃他倒包 他进不来 是不是啊 他是进不来 进来被你提掉了 但你真要从这挖的时候 他又从这儿就要吃 你想吃他倒包 结果您是接不归 你白白送他一个子 好 所以白棋紧这个是肯定的 挤完这个之后呢 黑棋将来不是现在 将来就中府一代 黑棋怎么下 我是看了半天 我看不出来 怎么下好 总的来说呢 还是下成这样 还是黑棋勉强 白棋占优 那么将来呢 本来他有这个班 会让白棋难受一下 街上 但是这个地方又有区别了 现在你班的时候呢 由于他没有撞吃这一下 他可以先叫吃你 他可以先打吃你 呃 我们有些企业在看 因为我这不是有个倒包吗 结果呢 一样 他提过来之后 您这个还是接不上 一样的 你接不上 你的倒包没用 所以他一叫吃呢 你还必须接上 好了 这个就有区别了 这会白棋再把这个接上 这个图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道理呢 就是这个团子肩膀的叫吃啊 是绝对先手 但是你一定不要走 你走了变成熟手了 你不走呢 庙位很多 就算他搬过来 你还可以叫吃一下 他接上你接上 你说这个有什么区别 有些企业会不会问我 这样下法有什么区别 跟他搬完了之后 你单接有什么区别啊 但是这个是有区别的 什么区别呢 在有一种情况下 他关系到死活 关系到生存 什么情况下啊 就是如果他一般 你就单接的话 这个有区别啊 什么区别呢 就是叫吃接上之后 假设这个叫吃能吃着 就像现在这样 在白旗特别着急 特别着急的时候啊 他一路一道苦 这块旗是活旗 他是活旗 可不是留有保险吗 而这个活旗靠什么来做的呢 就是靠这个先手的党来做的 假设没有这个党 那这个事就麻烦大了 一般一接 就轮着你白旗走 你也活不了 你就算这个肩 我算你是先手 我在党上 你在这个空间里 你也做不出两只眼 正好是有这个一线党的先手 他可以做活 那么这个又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 这个你是手精也好 你是手手也好 你是形也好 你是这个鱼形也好 就这个话题来说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看上去很细小 蛛丝马迹 但实际上呢 它意义非常大 那么如果我们要掌握这些 除了具体的计算之外呢 就是记住一些原则是有用的 就是绝对先手呢 就不要走 那么保留下来 对你总有好处的 好 现在我们接着再看 应该这样下的话 实际上这个黑旗没有什么细唱 这个旗不好下 实战当中呢 少尉刚九段有一个误算 我估计他有个误算 什么误算呢 他满以为我走这个 当然如果你要紧气吃掉我呢 我天上在扣 搬住你 这样白旗仍然是通过气子呢 外边走得很厚 尽管和刚才那个旗行相比 现在白旗是后手 但是他外边已经铁后了 将来等于是这样 他这个叫吃先手嘛 你要紧气嘛 我在提这个先手嘛 你还得补嘛 你还得把我吃掉嘛 那么将来一定是这样 是这样你看 白旗在外边怎么拔了两朵花了 他这个后手太值得了 有了这个后卫做后盾 那么这块黑旗整个 补都补不活 势必在全局刑旗都受到牵连 受到这个牵制 因此他想的是 想的是弃子 很好 但没有想着呢 人家可以用 这个俗手的方式出头 什么俗手的方式呢 就是这个叫吃 这是最俗的俗手 这个叫吃是最俗的俗手 其痛苦呢 就有点像这个头 被白旗打下来一样 说到这儿呢 就不能不说到一点 就是韩国的旗手呢 他们下围棋的时候 都是思想比较自由的 条条框框比较少的 就他认为要是这样下可以的话 大胆的就这么下了 他很难认为 因为有成见 就是这个地方不是行 这个行被人家打一下 难受 我别的棋 我就不能考虑了 只能考虑这个退 这点呢 是他们的特点 要是准确的说呢 依我看是他们的优点 当然也可能成为缺点 因为对我们来说呢 你比方说中国棋手也好 日本棋手也好 大多数都是 由于这招棋不能考虑 他基本上觉得不能考虑 就不考虑了 这个当然就想起一个过去的话题 就是有一位伟大的棋手 叫赵志勋 日本的 他专门评价过过去的一些大师 比方说评价到吴清源和木古石 这两位大师的时候 他就说到过 他这两位大师下棋是不一样的 他木古石下棋呢 是从那些最不可能的变化开始考虑的 他最不可能 他认为什么变化最不可能呢 比方说这个被人家打住 最不可能 然后他就从这开始算 倒过去往上推 这个不可能 那个是不是可能 那个也不可能 他要算 你不可能 他反而要算 从最不可能的 最失败的招法开始 往上算 所以木古石下棋非常费时间 吴清源呢 正好相反 他就是从他感觉当中最可能的 这些方案来开始算 比方说他感觉这个 比方说吧 他感觉这个拖最可能 他就算这个拖 一算了这个拖 发现这个结果不错 我已经不错了 那么以下的不可能的 他就不考虑了 这个当然就带来一些问题 如果要把这个话题纵深 下棋带来很多问题 有些时候我们也很想说 下围棋是科学 但是呢 你这个科学也和现实联系在一起 你说什么样的棋 创造民局 什么样的棋最好 那当然 一人有五十个小时 两个大师啊 他们下棋 一人有五十个小时 时间越长越好 他越容易出精品 越可能出精品 但是你操作起来怎么可能呢 所以现在的棋一般都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这样呢 就使一盘棋呢 出民居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而且呢 这个 他的科学性也降低了 你比方说这里头 他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变化 如果说这个续盘 你说这一代有什么变化 完全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是一个艺术的问题 凭感觉的艺术问题 究竟有什么变化 什么样的东西漂亮 这个没有科学数据的 但是这个地方的变化是有科学的 究竟哪一招带来什么变化 是有科学的 但你要做出科学的结论 在有条件的时候 需要时间啊 但是现在的棋 没有那么多时间 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对我们棋友来说也是这样 你说长号李长号 他们下一盘棋 下一年 谁还看呢 肯定没人看 这个话题呢 说得远了 把他拉回来 那么这个就是 韩国棋手 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在这 他叫吃 超级熟手 白棋把他接上 居然他从这搬出去了 那么松尾刚的计算 本来是什么呢 是觉得我一叫吃 他一接上 这个子不是看上去 是骑金刚 我在搬过 现在我搬过 可以 为什么呢 甚至天上还可以搬一下 就算这个地方 被你打一下 也不要紧 因为你也出现一个超级鱼形 而且这个超级鱼形 你看这个梅花五 还不是拔一个子之后 接上的梅花五 是他自己凭空走的梅花五 那这个就真是一个梅花五 加上这个必须要接上的是 两个刀霸五 还有一个梅花六 还有一个拐弯 这一团围棋放在这 那就不叫围棋了 这效率太低了 但是呢 少尾刚在这出现了误算 临到要下的 我估计应该是这样 临到要下才发现 我真的叫吃这个 这个棋子没有 这是没有的 我叫吃这个的时候呢 人家是团在这的 临到要下才发现是这样 眼看以为我提掉 齐筋很舒服 人家就接上 还不给你打劫了 他让你接上 这个是真是更难受 那真是你还 还不如 对着我打一枪算了 你还让我活着 我太难受了 你看可不是吗 接上了之后 这个地方变成两个刀霸五 带一个钉丝 带若干鱼形 然后呢 人家这块棋 把你完全一刀切开 两块白棋眼位都不够 两块死一块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重大误算在这 当然这个教训对我们大家来说 也是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启发呢 就是出现结症的时候 你不要 首先就想着 我一定要打胜 不要 经常你可以退一步想 其实我在 有很多次跟一些学习的小孩 他们学习都学得不错 跟他们说到的时候 要解决一些思维定视 解决一些恐惧心理 就是对于结症啊 我跟他们说的方式都是这样 一旦出现结症 你首先想到的就是 我输掉这个结症 我要把它输掉 我就是不打赢 能够打赢我也不打赢 我就是要输 我就是要多输几次这个结症啊 我来体会一下 输掉结症之后的一些好处 什么好处啊 我输掉结症 你提一个 你要接一个 那么我在别的地方 可以走两手棋 甭管这个结症本身有多大 我都可以考虑 那么什么样的结症 不能考虑 就是喷喷 人家拔过来 拔我两个子 我一拔过去 把他拔两个子 像这样的结呢 不能让 别的结我通通都让给你 只要是提了就接上了 我都让给你 我想通过这个旗行呢 从金形这个角度来说 能不能这样来认识结症 所以这就出现了误算 那么出现了误算 这就麻烦了 这一吃了人家一团 把它切断了 最后一看没有办法 只好从二路拖 只有拖过 现在拖过 但是现在拖过呢 为时已经晚了一步了 黑旗从这团住 他居然在白旗的范围啊 四周都是白旗的范围之内 他做出了一只铁眼 而且是先手 他居然在做出一只眼的同时 还可以充容的出头 他居然在出头 出头了之后啊 你白旗要跑 二路小监视先手 获得了相当大的官子利益 还压迫了白旗的眼位 白旗这块旗 从二线爬回去了之后呢 边上只有一只铁眼 也就是说 切断了白旗之后 这块没活 这块白旗也没活 死呢 不容易死 因为他有这个团的先手 这个挤的先手 这一股就有一个眼位 但是呢 像这样的方式去做活 那对专家来说 这是不能考虑的 所以下层这个结果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说到这儿呢 这个话题在这儿就暂时就告一段落 总之要说到这个金和形 手金和形 如果我们多见识一些旗形 多多少少算几步 然后以战略的眼光 来看待金和形的问题呢 效果就会好一些 这话题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 下边呢 我们简单看一盘棋 这盘棋呢 也带来了一些话题 也非常好 这盘棋 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 韩国 这个 相当大的一个比赛 这就是棋胜赛 两位高手 一位是 穆正硕 一位是李昌浩 他们两位争夺其胜 这个比赛当中的第一局 黑棋呢 是穆正硕 白棋呢 是这个李昌浩 我们看看 这个上边带来的一些话题 黑棋的第三招 走这个 白棋的第四招 占星位 黑棋接着来挂 黑棋第三招在这儿 挂 然后白棋小飞硬 黑棋飞进脚 白棋在小肩 黑棋在拆 然后呢 白棋再挂进去 这个特殊的定型呢 有一定阅历的旗友 能够想得起来 这个定型就 可以称之为 右位屏的定型 第一个手机呢 是从这个碰开始的 李昌浩用了这个碰 那么 路正硕呢 用二路的搬 来应对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当然是连搬 接着黑棋叫吃 白棋长 然后黑棋把这个子吃掉 这个子呢 是一定要吃掉的 吃掉之后呢 本来呢 就可以想象要出现转换了 这个是碰 这个手机啊 实战应用率比较高的 这个碰 就是在人家已经有棋子的情况下 已经有拆弱的情况下 这个碰可以 碰完了之后呢 白棋既然要连搬 黑棋要搬 白棋要连搬 那么本来这样的变化是 变化是必然的 这变化完了之后 形成转换 黑棋飞 白棋拔掉 黑棋把这边吃掉 白棋把这边吃掉 形成转换 但是在这里 昌浩就下出了别出心裁的一招 他就从天上弯吃 他弯吃 当然黑棋不肯接了 你接再被他吃掉的话 就白白的被他弯了一下 这样的招法 这样的变化 也可以从金和形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形成你就委屈了 被人家压缩了 所以就断然不能这么下 那就要提 提掉他再一巴掌拍上来 接下来木正硕又表演了一下 叫做金 本来呢 这个节可以说是 我们很多棋友想到的是街上 这一街上当然就没有任何纠纷了 双方在这个协议当中啊 就可以签字了 和平解决 但是黑棋友最顽强的下法 就是翻打起来 当白棋提的时候 满以为要打结呢 结果黑棋是虚晃一箱 他不打结了 这个也是很奇特的一招 那么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看起来这个地方是个结症 但是黑棋没有关系 他不怕 出棋无结 而且这个结很重 如果白棋愿意打的话 白棋会在这叫吃 那么黑棋一定是下一边 下一边一招提了再提 随便你走什么都提了 你走什么他都把这个提了 如果你要接上呢 那这个结没有意义 他把你吃掉就是了 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 如果你要把它接上 首先你自己做出一个梅花溜的鱼形 然后呢 黑棋很温和的把这个补上 你这一叫吃是 这一堂白棋变得比较厚了 尽管这个厚还值得推敲 什么时候他还有这个叫吃 你提了他还可以拉回去 但是总体说来 白棋可以算厚了 可是呢 他又不走了 这一段呢 不是真正要给你投下大力气 做大投入的地方 没有关系 这就是这个特殊结征的一个 处理的方式 及其内容 那么这样呢 也可以说对我们起有来说呢 大家也算是会有些启发 边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注意这个结 在没有特别结财的情况下 对于黑棋来说 翻打起来不怕 不怕白棋给他开结 那么李昌浩是飞了一个 黑棋这会儿再顺便提过来 白棋只好接了 下一招棋黑棋贴上去 眼看觉得白棋好像是这个心有点裂了 李昌浩又下出了一个手筋 这就是单段 这个筋又是单段 注意不要提结 这提结这个又变味了 这提结呢 人家可以虎这个 呃 在一定的时候 你还可以考虎这个 当然现在是虎这个就可以了 你在教室他再提过去 你还是找不到结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单段 相对说来就要好一点 黑棋如果你现在要叫吃 他提 你找不到结财 这个单段与否决定了结财 你这话提 他再断吃把这个子给你蒸掉 那这个黑棋就亏大了 所以他单段的时候呢 黑棋就一定是把这个接上 接上 这会儿白棋再从天上搬过来 黑棋再叫吃 白棋把死的棋子多送一个 这个是个特殊的棋形 二楼子可以多送一个 黑棋再叫吃 白棋再扑 黑棋提掉 白棋再扑 这个地方呢 是为了破坏黑棋的形状 和实战当中 也算是破坏黑棋的心情 就如果你每个子都要要的话 它可不是破坏了你的心情吗 尽管白棋自己出现一个板凳式 但你这两个子是不能要的 如果你执意要要 对不起 你下边变成什么呢 这变成五子棋了 变成两排五子棋了 这是超级鱼形 这是不可以的 是一个实战的需要 所以白棋在这叫吃 黑棋当然现在他就不走了 黑棋把这个贴起来 这贴起来是极锁 这贴起来之后呢 是白棋再到左边加工 因为在左上角 黑棋脱线了 所以白棋加工 加工完了之后呢 黑棋反加 这个子没有直接处理 白棋再把它提过来 这两个子提掉 提掉之后 黑棋再从这跳 这个跳 怎么说呢 也是 事关中府的极锁吧 好 他跳 跳完了之后 白棋这块棋需要补 白棋现在是走这个 白棋在这扎钉 补这个 这样左上角一带呢 可以说白棋就算是 把黑棋呢 给 基本上算吃掉了 因为这个子呢 就不能逃了 逃也没什么意思 被它吃掉呢 也就是十几木棋而已 关键是 盘上还有更重要的地方 这就是黑棋在右上角 手脚 接着我们再看 白棋从二线前水艇 漏 试探硬手 黑棋呢 就很朴实的硬了一招 现在的形势呢 经过判断呢 是木正硕认为 他自己直黑嘛 黑棋是稍稍领先 然后白棋在上边就 飞起来 黑棋站下边的大厂 这会儿白棋再把这个吃掉 然后黑棋在左边一带 自己补好 既然白棋已经吃掉了 所以他要补好 补好的同时 对白棋这块有威胁 所以白棋的下一招 就跳在这儿来了 好了 现在做了一些续盘 到中盘的一些铺垫 然后呢 就迎来了第二一个碰的手筋 这就是 这不是续盘第一个碰的手筋吗 白棋这个碰啊 以及其后的变化 这些变化当中呢 有一点 我觉得我们大家 可以有些收获 就是应付节征 可能出现的节征 应该怎么处理 还有这个单段 他不要提单段 增加一个节裁 对白棋来说 要好一点 效果要好一些 这些手法以后 在实战当中都可以运用 接着我们看 现在黑棋 要进军上边的时候 他是碰 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下法 一般来说 我们碰 我们说这个碰啊 这样的手筋啊 都是要用在敌人比较强的地方 而这两个子呢 并不是太强 这一碰呢 会损失一些别的内容 一般来说是这样 但高手下棋呢 往往怎么说呢 往往是自由的 就是因地制宜 什么时候怎么下 他自有他的一些判断的标准 所以这碰呢 也算是一个手筋 好 现在白棋从天上担 黑棋再从这退 注意看啊 这都是在此之前 在刚才说到无有角的碰 担退都说到过的 这是应付碰的一般性的下法 白棋下力 担完了之后力啊 破坏他的眼位啊 然后呢 黑棋再拐 白棋再退 黑棋再碰 这个碰呢 两边的碰就是这边碰 就符合要用碰这个手筋的条件了 就是因为这块空呢 白棋已经很实在了 既然它已经很实在了呢 那么再碰 让它再实在一点 没有关系 最紧错 因为你走这个后手 它不会理你的 如果没有这个子呢 可以考虑走这个 既然它已经有了这个子了 就可以碰了 那么白棋当然是斑 黑棋再退 白棋再下力 黑棋再从这小尖 这就出现手筋了 很精彩的 黑棋小筋 这个子不能被他拿下来 这个拿下来太大了 而且呢 你关键攻不着他这一团 这一团黑棋的子很笨重 但是你攻不着他 而且他尖完了之后 还有个断点 你还要补断 比如说你说你补这个 他可以把你拿下来 也可以下得宽松一点 在这飞啊 甚至他贴你几下 获得一个先手 是不是在把你吃下来 这吃下来是白棋自己目数大亏 眼味大亏 所以白棋呢 李昌浩在这还是要爬回去 但是被木正所 凌空把它切断了 这一切断 白棋突然感到 受到很大的压力 接着白棋下出了漂亮的手筋 什么样的手筋呢 就是不能在这打 打他就长了 身子有力 他把你切断了 这个白棋整形很困难 就算是你能挤这个 就算你能挤这个 这两个子一旦被人家吃掉 那就这个棋就没法玩了 这个中心开花了 白棋李昌浩下出的手筋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挤 这个挤是他的手筋 不要叫吃这个挤是手筋 也可以说在这个局部 非常漂亮的手筋 当然还有一些 别的话就待会再讲 总之这是很漂亮的一个手筋 对我们大家一定会有一些意义的 就在小筋的情况下挤进去 这个挺绝 黑棋一看呢 当然你现在如果要走这个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第一个呢 他可以叫吃完了之后 再把这个接上情况不一样 天上也可以翻打一下 拱出来之后再把它接上 这个撞紧的气 黑棋不好 所以黑棋要从这儿叫吃 这个是白棋呢 下出了漂亮的手筋 但是结果呢 白棋仍然处于困境 黑棋再把它接上 白棋当然就切断 这一切断之后 黑棋朝下冲 一冲 白棋再叫吃 黑棋还要退 然后白棋再弯 这变化呢 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算一算 都能够算得到 黑棋叫吃 白棋还必须叫吃 黑棋再提掉 接着右上角的问题没有解决 接下来的这条棋呢 李昌浩非常苦劳 从应该走手筋 应该走行 而不走 鼠手这个角度来说呢 白棋是应该叫吃 这个 这叫吃右上角可以活了 但是呢 你这个固然不是鼠手 什么时候被人家打吃到这 第一个他退呢 你还得后手活 说不定呢 他还可以叫吃到这 那简直就是迫使你要这样活 他这个题还是先手 他这个题还是先手 对白棋来说 不仅仅是脚上活棋的空间受到了压迫 压缩了 目数小了 而且黑棋外围呢 依然也变强了 子力增加了 那么这个是不愿意的 走这个行 或者说走这个筋 他不愿意 那怎么办呢 走鼠手也不愿意 实际上呢 两个不愿意 最终选择了走鼠手 先叫吃 然后再排斥 确保目数不亏 确保没有什么后遗症 这就李昌浩实战的选择 最后一招 目正硕 中盘的时候吓到这个飞 现在我们来评估一下 双方有好多手机 也有好多内心活动 有些故事的这么一个变化 结果呢 得出的结论呢 是令人吃惊的 就从黑棋这个碰开始 战斗演变到现在 是在刚才白棋有了这个拆边和左上角一带 白棋是一个坚强的堡垒 在这个之间白棋有相当不错的配合 有相当不错的可以做空的潜力 但是经过这个变化之后呢 这些潜力配合全部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是黑棋的一块堡垒 黑棋这个地方拔了两个子 成了一块堡垒 这个堡垒呢 不仅仅是堡垒 还有石木棋左右 它本身做活就已经有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木了 怎么着石木棋都是有的 那么在这一代呢 白棋的损失巨大 非常巨大的损失 那白棋有什么收获呢 收获就是把刚才黑棋的角 全部变成白棋的角 这是他的收获 从部署上来说呢 他这个角也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接近石木棋 刚才黑棋右上角一代 星卫小飞加三三 也有接近石木棋 在这一代呢 白棋获得了二石木棋左右的石会 那么算是在实控上有一些补偿 这是评估的内容 因为我们下围棋 还是必须要评估判断 要比较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那么做到心中有数的好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指导你行棋的方向 你比如说 如果我早知道我这盘棋 肯定是不行了 那我肯定即使对你这块棋 我都有想法 虽然以下电话非常复杂 看不清楚 没有把握 但是我只知道我行事不行了 经过评估 我知道我行事不行 必须要跟你拼命 而如果我经过判断 我行事不错 我行事占优 我就没有必要自己走到泥潭里面去 我总是选择我自己走起来方便的棋 容易掌握的棋来走 它的意义在这儿 而能够这样有理性的下棋 一个是有理性嘛 你分析清楚之后该怎么下怎么下 有理性的下棋呢 乐趣会很多的 当然正是由于你有理性 有的时候你发现 这行事不行 下出一些非理性的招法呢 也是很有趣的 怕的就是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自己有多少钱 你也不知道 就相当于 你有几岁 你也不知道 那这个当然就不好办了 好了 在实控上呢 看上去双方还收支平衡 差不多 但是从厚薄来说就差远了 黑棋变成堡垒 它变强了 白棋外边通过棋子形成的局部 粘成一片的这个棋子呢 完全是一块没有眼味的龙 一条孤龙要被人家追 还有放眼全世界 在这一代白棋 还有一块不是很干净的 不是很放心的棋 那么势必这两块棋 要受到牵连 左边吃掉了黑棋 但这个子呢 也叫死而不将 这盘棋的最后呢 这个子最后也冻出来 也出事了 那全面的评估 就是白棋大失败 现在形势啊 居然是黑棋大优 白棋甚至还下出了 一个漂亮棋的手巾啊 可能有些棋友一看 还对这个棋 还非常感动呢 但是没有想着 这个结论却是白棋大失败 堂堂的李昌浩 居然遭遇了这样的结果 因为他下棋的时候 肯定觉得这样可以下 才这样下的嘛 就没想着是这样的结果 那确实也算是 怎么说呢 在这一届韩国棋胜赛的 第一局当中呢 确实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话题 还是那句话 李昌浩也会犯错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话题收回来 来看看 实际上在这个定型当中呢 李昌浩 他自己下出了麻木的 这个一招棋 是哪一招呢 我们来看一看 当然这个变化的过程 这个内容啊 他也涉及到了 这个金和刑的问题 包括这个暴打 都是一个金和刑的问题 尤其是白棋这个挤 局部是很漂亮的一招 但是在应付黑棋这个撞的时候 白棋李昌浩 没有下出手金 而是下出了 所谓的反手 也就是平庸的一招 哪一招其实平庸的一招呢 就是在黑棋撞了退的时候 白棋这个下力 是平庸的一招 不是手金 什么时候应该下力呢 比方说这个地方是这样 他是这样的空 他应该下力 手的牢啊 比方说在此之前 给大家说到的无忧角 被人家撞了 你扳完了之后 这个下力 那当然就是好棋了 很实惠的 但是显然这盘棋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这一盘棋是下成这样 所以呢 他这个力本身就是什么呢 自己也没空 自己的眼位也没为够 要说起来人家煎完了 你眼位也不够 所以这一点呢 本来就不是大棋 但是呢 借着行棋 应付人家碰这个手金的惯性 照着应付手金的定势 他选择的 如果我不是接 我就要下力 那么一接呢 一看对人家更没有影响 一拆二都活了 所以还是选择了这个下力 结果呢 就导致了李昌浩 我估计他就是这么一个思维的过程 下出了平庸的一招 反手 那么什么样的棋是手金呢 除了这个力和这个接 还有一招棋 就是这个碰 现在白棋还黑棋一个碰 这才是手金 而且我想说呢 这才是李昌浩的棋 要下成这样呢 确确实实这个优劣 双方还是不好说的 那么接下来有什么变化呢 其实这个碰是很容易想到的 反正你不理呢 我就是这个 下一步 我这个定型就是命令型 你就必须要硬 比方说黑棋在这搬 那么他就搬了打 这个你不能被我拔掉 你必须接上 好了 我压迫你一点 我自己也退让一点吧 我自己也退让一点 退到这就可以了 那可不是白棋外围也走得很好吗 这边你是可以活 但是右上角我已经压迫你了 压迫你一旦白棋这块棋走强 比方说黑棋现在不能爬这个 你要走这个 或者你撞了退 你也得这边也得补 只要我走到这个 我这边就变强了 这有铁眼 这个地方也有眼味 我变强了之后 将来这一代的故事就会发生变化 就会发生变化 不仅仅是你成不了大空 我可能还要骚扰你 所以这个铐本身 对于右上角黑棋来说是一个手劲 那么黑棋如果不愿意这样定型 那你势必要从这来搬 你搬的时候 我下一招棋 既是退让 同时又是饱满的棋行 哪一招呢 就是这个退啊 我这一退太绝了 就这个棋行来说 我是一种退让 但是就整个这个棋行来说 我是恰到好处的一招啊 我是既补了这个断点 又防止了你这个班 还在这做出一个很饱满的棋行 那当然是这样下这个定型漂亮啊 所以 现在我们再回忆一下 应付对方碰这个手劲 黑棋碰完了之后 白棋应该还黑棋一个碰 这一个碰这个白棋的形状就可以走得很整 这样呢 全局将会是非常有趣的戏气 把刚才这个图形再摆出来 当然了 你走成这样之后 我叫不叫吃这个 我退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叫吃这个 就像你要反击 在你反击的时候 我先拔你一个 这个你也是触目惊心的损失 不要小看 在边上如果被人家拔一个 也是典型的鱼型 你兜过之后 他再把这个接上 白棋也没有什么损失啊 反正你黑棋这块棋通过这个碰 你要活棋是没问题的 就算你力道这 不是人家也可以活吗 碰完之后也可以活啊 所以不要很认真的看到 我就是要攻击他 只要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这边也压缩你一点 你这边呢 大概在我的范围里 你也可以活 活得不要太舒服 就不要太舒服就行 那么我们双方是平衡的 刚才的局势是什么样 现在就是什么样 也是平衡的 能够这样想心里就平衡了 那么大概会下成这样 全局的形势呢 将全局胜负的争夺 将从现在开始 再往下顺便 这个可以说是自然的推移 应该这样定型就好 结果实战当中 下成这样的结果 李昌浩 即使是堂堂的李昌浩 也下出了频繁的招法 被黑棋在这个地方一撞 先做好足够的准备 这个地方先拐一下 甚至还先拐一下 先出头 同时盯着他的断点 然后再到这来一尖的时候 白棋这盘棋实际上就已经输掉 这盘棋呢 韩国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 棋胜战决赛的第一局 真的就是以目证所 虽然几斤起落 最后是战胜了李昌浩 而为他自己的挑战 开了一个好投 而对我们大家来说呢 通过今天关于几招碰 以及他周边变化的一些研究讨论 相信大家对于碰这个手机呢 会有一些认识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要站在尽可能高的高度 来看待这些手机的问题呢 我希望能给大家有一些启发 像最后这个实力当中 应付黑棋这个碰退 白棋不要很麻木的下力 而用一个这个靠或者说碰 还给黑棋 想办法借着黑棋行棋的镜头呢 解决我的难题 这个境界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接触一下 然后留下一些印象 最好将来在实战当中能够运用 这样就好了 好 说到这呢 我们现在又该休息一会儿了 待会儿我们再接着说 这个手机和型的问题 感谢观看